大家好,我们今天讲一讲底背离抄底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节课是底背离抄底的一个五分钟底背离形态 那么底背离我们说的就是一个MCD结合K线,就是结合股价 我们所说的底背离就是股价创新低,而MCD不再创新低 产生这么一个背离 所谓的底背离就是一个衰竭,跌速衰竭 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衰竭就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空方的利节,在下跌途中遭到了有抵抗 跌速减缓 第三,那么跌速减缓也意味着有承接盘 中间可能会出现一些阳线的一个反弓 那么第四,跌速减缓也意味着空方抛压的分歧 所谓的分歧就是一直看空,在泡盘当中有一些重码 开始不抛出了 产生了空翻多 今天讲的是一个五分钟级别 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买点 当底背离出现之后 底背离出现之后 出现放量收扬,开始止跌起稳,然后后量压前量 注意,一定要后量压前量,开始向上突破 正为有资金持续的回流,底背离不是底 有人说这不是矛盾吗?不矛盾 底背离只是意味着有资金 缓慢进场,有抵抗,抛盘,抛压结束 抛压减少,但不意味着要大涨 那么大涨,因为股票原理就是,涨的原理是资金的流入 有人买入 所以说我们认为,当出现压量的时候就是后量 压前量,也就是过量,后量过前量的时候 我们认为有资金开始买入了 所以说我们认为,当出现这种形态的时候 是一个下跌途中的一次扭转 也就是说调整结束了,准备上工 好,我们打开股票,我们结合股票的分时 看一下,来,我们在这个位置 我们看到是一个,我们从航天机电来讲 那么这是一个底背离 在这里,股价创新低之后 而五分钟,MACD并没有创新低 那么再次回落,又产生一次背离 股价创新低,MACD也没有创新低 那么在这里拉升之后,又产生一次背离 股价创新低,MACD没有创新低 好,那我们认为这些背离产生之后 那么我们看它的成交量,对吧 成交量开始放大,向上突破 你看像这一波,底背离放量 好,压量一波拉升 五分钟,五分钟底背离反弹 能涨四小时 我们的级别,一分钟底背离反弹 能涨两小时 可以做低气高抛 那么15分钟结合级别 是四小时到八小时 对吧,一般六十分钟 我们是有量配合是五天 三十分钟是三天 所以说做短线 你必须要学会分时级别的背离底 所以说我们看像这只股票 背离之后 航天积电,你看压量,压量,量增 回调不破低点 再次压量,量增,出现涨停 所以说我们认为啊 资金的流入导致股票会快速的上涨 底背离是一个衰减 从市场行业来讲 就是说多方开始逐渐进场 空方抛压开始结束 是一个分时扭转的形态 小周期改变大周期 五分钟会改变 十五分钟,十五分钟会改变 三十分钟,三十分钟 改变六十分钟 六十分钟级别能改变日限 趋势看周线 选股看日限 买卖再分时 大家在分时上 一定要下好功夫 这个高低点买点 都在分时上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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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行 差达